接下来今天大世界话题方面来看看 政治人物收贿这个话题最近非常的敏感 我们来看南韩政坛也抛出了震撼弹 南韩前总统文在寅竟然也传出跟收贿扯上了关系 登上了国际版面 难道这真的是所谓的青瓦台魔咒 一个都逃不过吗 文在寅之前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可以躲过魔咒的人 只是没想到救而回他也被揪了出来 今天大世界话题就要带你好好来看看 这个青瓦台魔咒他的威力有多强 文在寅他是在2022年卸任之后 他先选择回乡隐居 回到老家他不谈政治 开了间小书店来过生活 只是没想到这么低调悠闲的日子并没有过太久 南韩媒体就报道了 警方突然大动作搜索了他女儿的住家 也把文在寅列为收贿的嫌疑人 这次案件主要涉及文在寅前女婿 2018年在前议员李相继 同时也是时任南韩中小风险企业 振兴公团理事长的引荐下 进入联航泰国一次大航空担任主管 然而他完全没有航空背景 随后一家人移居泰国 加上之后文在寅不再给予女儿生活费 警方认为前女婿此段期间 获得的薪资和移居泰国的费用 可以被视为是贿赂文在寅 但文在寅女儿事后发文爆取 民主党同样炮口一致 更指引习院民调暴跌 支持度只剩不到30% 是上任以来第二低点 无非就是硬要泼脏水给前总统 恶意转移国民对第一夫人 金建西丑闻的关注焦点 这次看到文在寅 卷入了收贿事件 在南韩政坛投下了震撼弹 因为南韩从独立以来 总共13个总统 几乎每一个总统不是被刺杀 就是被政变或是跟钱扯上了关系 那么卸任之后 还有人被关进大楼 所以之前几乎卸任的每一个南韩总统 几乎都没有人可以拿到退休金 但是在这么多的卸任元首当中 只有文在寅他是例外的 来看一下文在寅的角色 他在他之前 因为在卸任的时候 他没有被发现 有被弹劾 也没有因为什么事情被判刑 因此文在寅卸任之后 他成为了南韩史上第一个 可以领到退休金的卸任元首 一个月大概可以拿到新台币 大概33万 也成为南韩史上的第一个人 而其他的这个卸任元首 几乎通通都没有退休金 所以之前人家才会说了 怎么在南韩当过总统的人都有事呢 因此这称之什么呢 称之为青瓦台魔咒 这魔咒威力到底有多强呢 我们就来看看了 南韩其实之前第11任的总统金斗焕 他同时是第11任也是第12任总统 连续当两届 他当年是军人出身 所以是政变夺权 镇压光州 因为自己是军人嘛 所以他的手段非常激烈 他对于这个民主运动也非常的不屑 他是镇压民主运动的 后来他也被追究犯下了贪污罪 甚至他的刑度很重哦 一度被判处了死刑 虽然后来改成了无期徒刑 因为遇到了特赦 刑期被赦免了 但是因为有贪污罪 所以他得要追缴回60亿台币的金额 回国库 好 这个是当时的全斗焕 那在全斗焕之后 南韩总统就改制了 总统不能到两届 只能当一任 也只有五年的时间 但是尽管只有当一任的任期 几乎后来的每一个总统也是都出问题都出事 来看一下第13任的总统 卢泰于贪污入狱 他也是追缴回了多少 72亿 这就换算过台币的 那另外来看第14任 第15任这两个总统 一个是金永三 一个是金大中 这两任总统都是同一个问题 都是儿子贪污入狱 后来到了第16任总统卢武炫 好 这个总统呢 当时在南韩就非常有名了 他出身贫寒 家境很不好 后来当上了总统 被誉为是平民总统 他在位期间声望很高的 也因为曾经当过法官 当过律师 所以他的评价也还蛮好 但是没有想到 他在任内就被揭发 也跟贪污扯上关系 他是在南韩史上 第一个在位期间就遭到弹劾的总统 虽然当时的弹劾没有成功 但是他卸任之后 又被清算了 卷入了一场收贿风波 最后他居然在调查期间 选择跳崖轻生 这个是南韩第16任总统 那后来到了第17任总统 是李明博 也传出了收贿 而且挪用公款的一个情况 后来被判刑了17年 而到了普景会 他就对台湾民众来说 就相当有名了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普景会在前几年的时候 因为闺蜜干政 收贿 还在位的时候 就已经被弹劾 而且是弹劾成功 下台 一判刑就是判20年刑期 那其实南韩总统被认为 是全球最难做的一份工作 因为常常前朝 总统卸任之后 就会被后朝的 这个政党来清算 活生生就像是 一出出的跨界攻斗戏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 其中有三个总统 一个是文在寅 那另外一个是鲁武炫 还有刚刚讲到的普景会 这三个人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也帮大家来说明一下 像文在寅当年 他是鲁武炫的左右手 他一路跟着鲁武炫上来的 眼看在鲁武炫 后来卸任被普景会 政府司法追杀 选择结束生命 那后来普景会 事情为什么会爆出来呢 执政的期间 也被查出有收贿 被弹劾 这个事件也被认为是 文在寅在帮鲁武炫报仇的 那后来文在寅 他也顺利的当上了总统 那南韩总统逃不过魔咒 很多都涉滩 也被认为是跟总统权力 太大有关系 因为南韩总统 有预算提出权 法案否决权 行政权 司法权 还有权力可以任命 企业的高层 因此也常常 总统跟企业高层 会扯上关系 但是因为南韩总统权力很大 国会也不好弹劾 弹劾他们很难的 在任期间要弹劾 必须要三分之二的议员 投同一票才能够通过 所以常常都是卸任之后 有问题的才会被揪出来 我们接下来带您看看 这延烧了好几十年的 青瓦台魔咒 白人面前宣誓就职 允诺旅行职责 南韩总统尹锡悦 当年风光上任 大刀阔斧 把办公室搬出青瓦台 虽然美意是想拉近 与民众距离 但青瓦台魔咒 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南韩清瓦台位在首尔市市区 虽然后有山前有水 看似吉利 但坐落在山脉下 加上右边的白虎山太高 也有专家认为风水不好 天文地理之说 姑且一听 但细数南韩历届总统 掌权委身权都必案缠身 包括轰动全亚洲的 普警惠闺门事件 他不只遭判刑入狱 更成为南韩史上首位 被弹劾下台的总统 第十六任总统卢武炫 也因为亲联形象崩坏 家人转入弊案 不堪舆论压力 选择亲身自我了结 另外像是号称CEO总统的李明博 当年靠着整治清西川 打造汉江奇迹 以炮而红 没想到入主青瓦台后 也因为手脚不干净 贪污遭判 十七年刑期 更不用提政变夺存的 全斗焕 一九八零年暴力镇压 血运酿成五一八 光州事件 造成数千人伤亡 全斗焕卸任后 遭政府清算 一度被判无期徒刑 罚款高达六十亿台币 他的左右手 也是南韩第十三任总统 卢泰宇同样躲不过制裁 参与光州事件 遭判刑入狱 很多企业都知道 他们具有实质的影响力 这些人呢 是很容易受到诱惑的 南韩采三权分立 总统任期一次五年 不得连任 掌权期间 可向国会提名总理 法务部长等职位人选 但只要下台 就得和所有权利说再见 人生唯一一次 入主青瓦台的机会 要不要贪 在一面之间 面对任期特殊性 加上国家经济 由大财团把持 南韩历届总统 频频陷入金钱纷争 各个可谓难以善终 坐上一国之君大位 领导国家的同时 要面临的 恐怕还有人性口验 三权时代